彰化县文化局即日起至6月27日 在文化局四楼画廊举办 和颜月色 陈真美采摩各展 欢迎喜欢采摩艺术创作的民众 踊跃丽临参观 大家好 我是陈真美 我在彰化县文化中心四楼展览 我这次主题是和颜月色 展出的作品有宁兰的花卉 山水 还有现代水墨 还有书法 整个展览会场 我用书法作品来穿插整个画面 那个整个展览的色彩很鲜艳 然后用中国的墨运来穿插 书法来穿插整个画面 使整个展览的会场很活络 很有生气 很有中国的墨运 欢迎各位可以丽临观赏 谢谢 陈真美早期以学习 岭南派画风为主 注重写生 光影 笔墨的技巧与应用 本次展出《岭南花卉》 山水书法及现代水墨约40件 其创作取材均来自生活周遭 创作出极具张力的渲染描绘 在一笔一墨运中融入人与自然的和谐 将景物与事物化为永恒的美好 这是我创作一件创作作品 盘子系列其中的一件作品 那有中国风 台湾味 民俗风情 那整个盘子有大小而律动性的串插 整个画面 然后再把我是台中人 我把台中的民俗风情 土地公 还有台中公园 放在黄金切割的重要部位 那这个社会本来就有冲突跟和谐 那我运用个人的手法 还有我创作的方向 也是用冲突和谐带动整个画面 使画面耳目一新 来自台中市的陈真美 台中技术学院商业设计科幣 虽非正统科班出身 但凭其执着与努力 几年来也有很好的成绩 其作品呈荣获国际美展 亚细亚水墨第二名 台中县美展 全国美展等多项奖项 欢迎喜欢采摩艺术民众 丽灵欣赏